嗨 怎么又是你 你早上不是说要上班吗 现在都下班了吧 我正好路过 所以来看看你 你猜我姓吗 反正我是姓 你先回去吧 金大小姐 我可是很忙的 我也是很忙的 不要耽误时间了 快上车吧 还带强买强卖的 去哪儿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你不是很忙吗 还我去哪儿 你去哪儿 现在不忙了 我们做编剧的 时间是可以自己调节的嘛 好啊 赖少了这是 不行 我必须得想个办法 把这个温室送送 来拿来的 又出金款了 妈呀 这是在抢钱吧 这么贵 怕了怕了 呦 这是在暗示我 原来是个败金 这就好吧 你在吃饭说的这家店 这个品牌 就是这家 对啊 对啊 看来你还是很关心我的吧 只要你停止喜欢我 追求我 爱慕我的一切行为 这里的衣服 只要是你看中的 都是你的 现实的男人才会认为 女人也是现实的 给你多加一条属性 肤浅 既然你要冲大头 我也就不和你客气了 好看吗 就这些 一两两一 elbow 就这些 还要需要 现在就会吗 你再来 我安排一下 我们还要给你 按时钟之后 我安排一下 给你再了以后 去你再了以后 你再了以后 你再了以后 就这些 买单吧 白金女 好戏才刚开始 你好 你好 买单 我只不过是个连币轮融资 都没拿到的创业公司 表面看起来风光 其实外强中感 说是老板 也就是免费给自己打工 根本没赚几个钱 这些衣服 看来要花掉我下个月 乃至下下个月的房租喽 先生 我们店的衣服没这么贵吧 难啊 行啊 开始飙戏了是吧 没关系 大不了结婚之后 你负责貌美如花 我负责赚钱养家 刷我的卡 请问一下那边是男装吗 是的 小姐 要不过去买两件 我买单 不用客气哦 别那么见外嘛 甩阴不痴 油盐不紧 看来我这是西风对手了呀 小姐 您的卡 那个 衣服我不想要了 可以退吗 不好意思 小姐 我们店没有质量问题 是不能退换的 就两件 真的不好意思 小姐 我的稿费 我还没有把你捂热 你怎么就不见了 就回家这么一点路 你还送啊 那不然 去我家卫鱼 我晚上还要回去做功课 我可以辅导你 我最近看的都是理论知识 等我需要你的时候 我再去找你 柠檬树上柠檬果 柠檬树下只有我 帮我拿一下 我开个门 杨阳 你买这么多衣服啊 你不过来 估计下个月 真的要你保养我了 顾总 今晚小宁归我 你自编啊 拜拜 这么贵 你就算是刚发了稿费你也不能这么花吧 要不说先表白的就输了 他知道我喜欢他肯定为所欲为我 等等 你说表白了你这么快就表白了 没办法 没办法 谁叫我是个严狗呢 算了 这一次就当他赢 我已经想好下一次对付他的计策了 对了 瑶瑶 我给你说一件事情啊 我选上女二号了 女二号 小宁太棒了 抱一下抱一下 谁啊 吴马罗送餐 夏小姐 您订的餐 我的 啊 瑶瑶 你订餐了吗 没有啊 送错了吧 地址没错 您是夏小姐吧 我是 那就对了 这是您订的餐 谢谢啊 请慢用 嗯 福满楼 夏小姐 你的晚餐是否签收 一起吃饭吗 我自己点的外卖 我都给忘了 我先进去吃啦 嗯 顾总什么时候变得 这么浪漫了 为了庆祝夏小宁 获得望川女二号 特意奉上夏小宁女士 最爱吃的海鲜饭 嗯 你看着我干什么 您也一起吃啊 我不饿 我就想这样一直看着你 你不吃那怎么能叫做 我们两个一起吃饭呀 好吧 那我陪你 好吃 你们两个也太夸张了吧 福满楼情侣套餐这样吃 娘要 娘不要来一份 别别别 我在这儿当电动炮 你家顾总怕是用眼神就能杀死我吧 我还是不出这儿了 谢飞吃了吗 要不我也得一份套餐跟她一块吃吧 我告诉你啊 我们家瑶瑶要开始正式地追求谢总了 那挺好的 恶人自有恶人魔 我们家瑶瑶才不是恶人呢 我说的是谢飞 胡兄 这月圆没酒 何以一人独隐 这便是你的待客之道 若是朋友 自食美酒奉上 可惜 你不配 你舍得杀我吗 这一千年 不变得只有你和我 你杀了我 你便失去了这世界上 唯一的了求 loin 一千年 一千年 今天得到了成绿这个角色 真的很开心 我一定会加倍努力 早一点成为 可以摘在墨布宇身边的那个人 一天没见到你人 干吗去了 约会啊 夏晓宁跟你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 老顾啊 你别得意 我告诉你 你竟然决定跟晓宁地下恋 在公司就收敛着点 今天我在茶水间 已经听到有人在聊八卦了 有人的地方就有八卦 我想公开 可晓宁不愿意 这是我占晓宁 虽然说 晓宁是凭自己努力拿到女儿 但不排除其他人会有想法的 有想法的人多了 舆论就多了 这舆论多了 我知道 我在等一个机会 呦 还有你解决不了的事 你今天 没跟晶瑶一起吃外卖啊 我就知道晓宁会跟你八卦 不对啊 老顾 你以前可不是这么八卦的人 说 是不是晓宁派你来给晶瑶当睡客的 你想多了 色令之昏 连鱼都养上了 原来现在是我多鱼了 走喽 别走啊 今晚你可以住在这儿 第一个人 我看着你 那我把鱼也做了 就这么多了 我来说